這趟既然講到無肉不歡 我跟你講 就不是一般來日本 大家說的吃的和牛 和牛是不了不起的 是不是 所以吃和牛就沒什麼 我們吃什麼 吃什麼 這個 鹿肉料理 我跟你說 你也不要這麼驚訝 北海道是屬於什麼 它屬於一個比較荒野的地方 是後來才開發出來 這邊的森林很多 所以鹿肉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般的肉 就跟豬肉跟牛肉是一樣 不...不一樣 豬肉跟牛是養的 鹿的鹿是野生的 是獵來的 但不只有這個東西 另外一種肉 你一定會嚇到 這個怎麼表情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鹿肉 我剛剛問他說是打獵時期 後來他說對 這是季節 從現在開始到隔年的二、三月 這是哪個部分 這是腰的部分 就是飛力 它有牛肉跟牛飛力 鹿也是有飛力 最頂級的對不對 對 不能講頂級 最沒有脂肪的部分 沒有什麼筋的部分 嫩的部分 嫩嫩的 對喔 一味唐辛子 如果這個... 可以吃生的嗎 可以吃生的嗎 是鹿刺 是鹿刺 直接生吃耶 沒有 我是聽過啦 那我第一次吃啦 好挑戰 好挑戰 再吃一口麵 吃一口麵 好 走 要吃一口麵 你吃一口麵 這就是吧 我說可以吃一口麵 吃一口麵 對 好吃的 好吃的 沒有脂肪 對 脂肪都取得了 對 我說好像沒什麼油脂 我說他在切的時候 你把油脂肪都去掉了 因為這個鹿的油脂肪 所以他把油脂去掉了 對 它比較像這魚片耶 像魚片 對 對 而且沒有任何的牛什麼 鹿的腥味什麼 完全沒有耶 你的腳好像憲哥一樣 我以為我可以憲哥在鹿腥味 有味道 很像魚耶 對 它是完全沒有肉的味道 就是吃那個軟嫩的 我覺得它就是單純肉的味道 但是醬油是讓它補充它的鹹度 對 但是你吃的我倒是滿壓抑的 對 而且沒有我想像中的可怕耶 植物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當你看到 你聽到你可能會怕 但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它的味道 不會讓你害怕 對 難怪大家都在吃 對 而且我最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 就是一旦食物在你面前 重點就比較浪費 你怕不吃 它就是死的問題 對 我們再吃吧 對了 愛玩客的朋友們不用擔心 我們吃的鹿肉可是在法定的狩獵期 由領友執照的獵人們去獵捕的 完全合法也合不保育的規劃 老闆說獵人會把捕到的鹿肉 用零下50度低溫來保存 這樣子任何時候都可以吃到鹿肉 所以來到北海道 對野味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可以入境隨俗一下 我們吃的鹿肉 然後薯米是很少脂肪的非力部位 口感非常的軟黏 老闆說因為芥末味的味道太重 會太搶味 所以傳統的他們 都是用單純的醬油 加一點辣粉 來帶出鹿肉的甜 才是絕配喔 什麼 接下來還有更驚奇的部位 這可以吃嗎 在外面的人還是點自創的味道 好 但是它們的味道 鹿肉的舌頭 鹿蛤頭 吃辣椅 入個舌頭也能吃喔 好吃 再喝一杯 真的喝一杯 還有放奶油下去炒 奶油 很好吃耶 憲哥 真的比牛肉的舌頭還好吃耶 好吃 而且好香喔 以前有家族的舌頭 對耶 父親也 他也沒有做的 他也有做的 聽說這邊以前老闆就是 就是他的爸爸 或是阿公 是獵人 他說對 但這個是他爸爸 獵的啊 對 我就問他說 你也在打獵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很可憐 我又說他的心地很好 所以說你告訴我 有誰也可以擋得住美食的誘惑啊 想嘗到北海道最在地的料理 來叙酸這些專賣野味的居酒屋就對了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生鹿肉跟烤鹿蛇 沒有想到鹽烤鹿蛇 完全不輸牛蛇耶 因為老闆把鹿蛇切得很薄 有鱉魚啊 吃到生鹿肉跟烤鹿蛇 牛蛇吃起來的軟嫩啊 反而多了一些脆口的咬勁 而且老闆精準的掌控著烤的時間 和功夫啊 把鹿蛇的美味啊 完全頂到最高點 這個鹿蛇啊 真是太厲害了 好的 接下來這一碗湯啊 你可要做好心理準備啊 因為啊 它也是野味來著的 至於是什麼味道呢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啊 這是什麼 熊嗎 熊嗎 熊 熊長什麼樣子就長那樣子 對 會長 那你如果說 不知道長長什麼樣子呢 就這個啊 這個 對 對 它那個筋都跑出來了耶 這是什麼 這叫做靜脈去長 就跟哥哥一樣啊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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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半筋的筋是很軟 可是沒有那一條筋 就旁邊筋旁邊那個軟軟很多膠質的那個部分 為什麼變這一塊 因為我看到這一塊 幹什麼 你剛剛吃不完就試吃 好吃 骨頭 骨頭 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沒有 不知道 但是沒有 不知道還以為我吃到什麼 一人都用牙齒掉出來 牙齒掉出來 怎麼可能是牙齒掉出來 但是從畫面看來 不用我多說 你們就知道這肉煮得有多軟爛的 麻煩說它每次煮一鍋熊掌湯 需要花上兩天的時間 調在裡面加了醬油 薑 胡椒 洋蔥跟酒等等 接著要一直不斷的用小火慢慢的去熬 而且寸步不能離開 不停要用湯匙翻動 避免底部因為焦黑 導致整碗味道跑掉 這樣一直熬到第二天肉 才開始慢慢的軟爛 一碗熊掌湯需要費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想吃到這碗美味的熊掌湯 它可是要預約才吃得到 但是你不用擔心 保證你們一生絕對忘不了 這個熊啊 它死了多開心啊 爹 為什麼 不是啊 因為它可以把它煮得那麼好吃 不是說去 其實不是開玩笑 我講真的 因為你食材 你把它運用到 幹什麼 我的講話拉過去是怎麼樣 沒有帶到下面 有 有拍到吧 你看 不用 是 你隨時要注意它 它只要好吃 它就會移來移去 移來移去 然後最後再做它治療 幫我錄影存證 讓我們回去進行告發 好 所以食物啊 當你可以把它料理到 它很好的時候 你講喔 我講了你 你又把它吃光了 沒有 沒有肉了 OK 好 它會 我會覺得這是對得起食材 對 好 謝謝 剛剛是誰在這邊講 啊 志雄啊 吃鹿醬 你也沒少吃耶 沒有 沒有 它也不賣 很好吃耶 它也不賣 很快喔 你只做香菇菜也不賣嗎 真的 真的 怎麼了 沒有 沒有 它看那邊 好 小心一點 小心 少在那裡嚇我 我跟你說 美食當前我可是沒在怕的啦 告訴你 如果閉上眼睛吃這一碗熊掌湯 那種用舌頭只要輕輕一碰 肉就瞬間肢節的口感 再加上滿滿的洋蔥 熬成濃郁又噴香的肉湯 你絕對會以為再吃半斤半肉的 紅燒牛肉湯喔 聽老闆說 雖然他自己不會去打獵 不過北海道的熊數量 還真是不少 郊外路邊都常常看到 熊出沒注意的招牌 熊熊冬眠之前 闖入農家秘食的新聞 也是石油所見 所以定時開放狩獵 也是維持生態平衡的方式喔 太棒了 我的美食履歷上 又收集到新的食材 而且美味程度 完全顛覆我的想像 無肉不歡之旅的 第一間這麼強大 接下來也很厲害呢 聽說是北海道 特別的烤肉吃法 叫做成吉思汗 那你啊 這是什麼肉啊 全部都養了啊 這是生的羊肉 這是生的羊肉 為什麼要吃這個羊肉 海洞人家吃的肉 每天都吃飯 吃飯後 吃飯後 吃飯後吃飯後 他們說這種烤肉方叫成吉思汗 那為什麼只有這邊有 對 他說因為在西亞都是這樣 大家晚餐到的時候 要吃成吉思汗 這比較特別有 所以這鍋子 不是元朝上成吉思汗的鍋子嗎 這種烤法 還是這邊非海到第八個嗎 沒有 很多人有這種講法 其實因為這個帽子 要成吉思汗當中 下了一個 對 對 是 來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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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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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軟 絕對沒有錯 在日本是第一名 真的 好吃 好吃 沒錯 好吃第一名了 來北海道當地超夯的 成吉思汗烤肉絕對不能肉掉 不過烤羊肉到底為什麼 跟成吉思汗會扯上關係呢 店長說坊間有流傳很多的說法 比較多人認為是 起源於滿洲國成立之後 日本派軍前往中國東北 在當地品嘗過烤羊肉的料理之後 就把它帶回日本 而使用的烤肉器具相傳 就是當時成吉思汗率兵遠征各地 直接拿頭盔加熱來烹調肉類 演變成現在桌上像頭盔形狀的烤肉盤 而羊是蒙古主要的放牧牲口 也是重要的肉食來源 所以成吉思汗烤肉主要就是 烤羊肉囉 把羊油脂放在最高處 羊肉鋪在第一圈 下面則是放一堆烤野菜 這就是最正宗的烤法喔 炭火 沒有出油 所以炭火 剛才講說他們這裡也不是用瓦斯 是用炭火 炭火的話呢 它其實難度會更高一點 因為炭火的溫度很高 但如果會烤了可以把外面烤到 剛剛好之後 你們還舉半身手的狀態 它就很好吃 所以我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這樣幫我們鼓勵 對 我只要教你方式 才會教你方式 才會教你方式 我會教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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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會教客人怎麼烤 他烤完之後 他就會教客人怎麼烤 我那時候 我會教你方式 我會教你 這樣 我那時候一直叫我 他會聲音 他說不會... 不會聲音這樣 沒有 我下次來用這一招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 那羊是北海道的羊嗎 我沒有做到羊肉 所以我沒有做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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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冷藏進來 對 現在很新鮮耶 而且牛肉也是有分冷凍跟冷凍 對 對不對 所以它是冷藏的羊進來 來一次切的時候 然後就直接吃一下 它就是軟的 黑冰很新鮮 對 冷凍的就不會這樣 因為冷凍的 吃羊肉都滿重的 我沒這麼多 我吃羊肉 有時候都很怕一些羊糟餵 你還要玩 我最怕的就是羊妹妹的燒味 滿天飛啦 但是沸煎的羊肉 完全不用擔心耶 店長說他們特別挑選 出生未滿一年的小羔羊 綿羊本來就比山羊沒有新山味 肉質也比較柔軟 而且選用進口紐西蘭的綿羊 都是經過放雪後 真空冷藏直送的喔 每天進固定的量 來確保最新鮮的羊肉貨源 吃起來果然不山 而店裡的招牌就是羊肩的部位 因為羊肩活動相對比較少 肉質也比較鮮嫩細緻 難怪大家一吃都停不下來囉 另外還有後切的羊肋排 肉質油脂豐富 軟嫩中帶筋的部分 彈性十足又有嚼勁 這些羊肉下肚的驚豔程度 真的會讓我為了它 再訂一次飛機票來北海道呢 不過接下來這是哪一個部位啊 我怎麼聽得都不沙沙 有聽得很動耶 這個是羊排外面包的那一層肉 這邊這樣對不對 對 對不對 這邊包起來是哪一層肉 這邊是一塊 然後骨頭這樣 就這樣 這邊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邊是這一塊肉 這邊現在捏起來這一塊嗎 不是這一塊 這是馬拉尼骨子肉 這是外面的肥肉 不是肥肉 它是雞 它不是肥肉 雞的 雞肉 骨頭 雞肉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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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怕它沒有在聽我講 它就一直要一直 一直嘲笑我的肥肉 我真的講得認真 你一副就是信不在乎 對 吃吃看 這個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 比較不好咬嗎 對 比較有嚼勁 但它那個不好咬 不是說它沒有很多筋 它是完全就是很紮實的肉 吃於雞肉 對 對 對 你說雞肉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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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太少要是跟我搶吃了 一時一同鴨搶吃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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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目前 我們是那些肉裡面 羊肉裡面 羊肉味道最明顯的肉 對 對不對 因為咬到最後它肉夠厚 所以咬到最後那個羊香味 就會跑出來 好吃 好吃到很生氣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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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麼好吃啊 這肉...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我知道現在夜深了 眼前的畫面是有點殘忍 但這包在羊肋排外面的這塊肉 我不介紹還真的不行啊 這塊肉啊 它的肉質啊 口感稍微比較有點彈性跟嚼勁 又帶點油香 而且它是越嚼越散發出羊肉 鳴韌的香味啊 好的你是滿嘴的香 不過等等 店長說啊 它還有超強的祕密語氣 還沒有拿出來 那我們還等什麼呢 當然就來試試看囉 這個不錯 剛剛加醬汁對不對 對 有洋味對不對 它現在撒熱下去 那個洋味就不見了 而且它的香味 胡椒粉 不是 它特製的胡椒鹽 真的耶 對 它什麼肉都可以搭 它什麼肉都可以搭 百搭 好 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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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他說它裡面有多少 它有十種鹽 嗯 然後加黑猥膏跟白猥膏 然後把它打沿沖 就這樣 但這十種鹽有什麼 也不能用 我要回來 rated 沒有 不行 謝謝 這個 非常的好 廚餘小組這種美食跟風的習慣 我很喜歡 只要知道食物好吃 就不惜一切要得到的決心 這就是我們愛玩客的精神